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时候带来很多新的流行词语 你比如说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 这都是皆知相闻 最新的带来的这个话 家辉特爱听 叫什么 家紧 家紧是吗 家辉家紧 家辉家紧 家辉 来你看看 你看 这是什么呢 这个人跳水 我不认识这个女的 但是我也不想诋毁人家 我只是提出我的合理的一个怀疑 也不是表达歧视 我认为整容也不是坏事 我说这么半天 又听 我个人的常有个感觉 这个胸不是真的 根据你越胸无数的经历 你说这不是真的是吧 没有 这个我有发言权 你有发言权 因为这个图在网上广传 你再看这个 这家辉爱爱爱看的 什么意思 这个议员的粉丝们 给他举这个牌子 所以成为这个热议的这个词 家紧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掌握家紧这个原则 因为我把这张图放大 我特地请我助理下载下来 放大我研究了好久 我的结论是说 我们不能排除那是真的 我也不能说否定它是假的 为什么 那是灯光效果 我请我助理研究了 比对了上面那个水上面 不是有个灯光吗 白色的吗 跟他胸部那个灯光 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光谱上面 所以可能那个胸部 那个是那个光影效果 对 你这么说也比较严谨了 就是也不能完全 我毕竟是那个博士 就是以那个论文的那种角度 去研究了 这张照片 因为我注意到 他这个这个在水里啊 其实又婷比较了解了你们 就是说 他是会上符的 对不对 他是不是女性的这个 要搭到某个程度 其实这张照片的争议 这个女明星的争议 不在于这张照片 还有他另外一张照片 我还看到 就是说他在起跳的时候 不是得双手高举 然后做起跳的动作吗 所以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手术的这个疤痕 就在一个很明 就是比较敏感的部位 然后让他们觉得 再加上露水之后的照片 去做对照 所以才说是整过型 不过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很多人说 这个女明星好想知道 就是哪些女明星会参加 因为有人说整过型的女明星 也不敢去跳 因为这五米高的这个压力 这一下去就又素颜的 所以哪个女明星又敢 但是不去跳 如果你推了这个通告 是不是又表示 此地无垠三百两 你说这节目烦不烦 人家范冰冰就会说 人家范冰冰就不去 范冰冰就是前两天在香港 她说这个 我的脸和我的身体 都是演戏的工具 我要好好保护它 不要就是非死 没有死 没有不受伤的 对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看着我 我那天我基本没有看 但是我在网上看了一段 阿雅 因为咱们认识台湾那个阿雅 我是看着有点不忍 其实中国现在这个娱乐节目 中国好声音我也赞赏的 我是歌手 我也是赞美的 但是到她这个跳水 这个我是看着有点 我看着很少 我看着有点不舒服 我看着我看的时候 我一边看 一边跟我我的女人 这是我老婆的意思 我要故意讲到我好多女人一样 以示我的威望 跟我的女人说 我真佩服那些人的勇气了 就像你说没有不受伤的 有下去风险很大的 而且别说什么女人要素颜 男的要穿泳装这个那个 而且你想一下 穿泳装在那边看到 那么多美女 很容易会出丑的 有胜利反应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是勇气那部分 是最好看的 让人家觉得说 你看人家好歹是歌星明星 什么公众人物 人家也敢这样做的话 所以我觉得我也要想报名 我跟我老婆 行了 嘉辉他们绝对愿意欢迎你 一般就是欢迎 二三流的明星 没有 这是对的 因为有人说 我看到网上有说 大明星就像我是歌手 大歌星什么不敢去 我觉得要倒过来看 大歌星大明星多可怜 包袱太重 其实他们好玩 这种多么好玩 可以去尝试的事情 他们不能做 又像范冰冰说 什么我的吃饭的工具 表演的工具 他不敢 其实我猜什么王菲 陈奕迅 可能躲在家里 就非常羡慕 这些人敢上台 唱歌 敢跳水 我绝对报名的 所以你看 嘉辉要不说 他也是当不了明星 我就是当明星的人 我特意解他们 就是 不是这没有什么敢不敢 而是 你知道我在这个节目里 我个人感觉 我看到的是 现在明星谋生艰难 对 不是敢不敢 而是我凭什么 我去干什么去 台湾有一阵子的 综艺节目 也流行整明星 就是让女明星摸什么 那种可怕 那个叫什么箱子 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然后你去尖叫 摸它可能是蟑螂老鼠 什么之类 然后让女明星花容失色 或是就让你跳 那个叫什么叫蹦极 蹦极 jumping 然后下来就是 口吐白 大家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说 大陆的综艺节目 开始也玩虐待明星 这一招 就是说 这个吴米他 我还是觉得他毕竟应该有他的专业 不然我们的跳水选手 不需要训练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他怎么 不要让自己受伤 我还很担心在节目 玩出任何一点点 损失其实都很危险 你知道还有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显然是跟中国整个的跳水队 专业这里 这是两个的合作 而在多年以前 中国跳水队是很清高的 肯定不跟你这娱乐节目混在一起 但是现在是完全大转身 他们说 就是这个节目 跳水队的考虑 是不是有经济的考虑 或者说 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这个节目就能震惊跳水吗 如果说跳水比较冷落的话 跳水运动 这能宣扬跳水吗 所以 我觉得有一个 中国人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呀 叫做 揣着明白装糊涂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 各种事能办成的一个秘诀 比方说 人们去看明星 真的是说 看他跳水 跳得有多好吗 而且有些人说了 都宣传都很会说呀 我是为了公益呀 是吧 都是为了公益呀 为了一个 可是你站在五米跳台上 咱们也不知道 到那里跟山区里的孩子们 有多大的关系 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一说 面子上 都能过得去 可是 我就是说 什么叫 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像前一阵说的 这个抗日 某些抗日的 那个武侠剧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 抗日 大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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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都知道 可是实质上 谁都明白 就是个凶杀暴力色情嘛 但是你 但是你需要取个 需要挂个羊头嘛 就完全不冲突嘛 我觉得上 你说什么 跳水队 非常专业 干嘛 又跟娱乐圈混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这种想法 是自己给自己加上框框了 甚至有点过时 因为我们不能低估观众 你不能低估这个观众 他觉得看完你跳水的人 跳水队 跟娱乐乐圈在混 我就不尊重你了 不会了 现在的特别新一代的观众 已经在那个 我们知道互相怎么讲 crossover 就是把所有不同的领域 混在一起 混搭 他完全觉得没有问题嘛 就 哎 别忘记 今天是什么年代 连美国的好莱坞的明星 都能当加州家长 州长 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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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长 然后当晚州长 还回去拍电影的时候 是 对 我觉得观众 特别新一代的观众 没有这种框框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明星 怎么讲 越来越容易参加这种 明明要把自己搞丑 明明要让自己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 这种节目 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拍戏 你的戏也不见得上 你拍个电视剧 拍个两三个月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拍到你这部戏上 但是综艺节目 是个保证曝光 而且呢 这个钱是立即进口淡 对对对 我就这么一跳 你看这个光 这个周 周小姐的这个照片 它是持久度多长 这可能好过于他 认认真真的拍两三档戏 一下就火了 而且你说 为什么我说这个 揣着明白装弧度呢 我们为了求得各方面的许可 我们需要说 我们为公益 当然我不排除 这些明星 他是真心真意的 为了公益 这都是好事 但是我就觉得 有个消费男色在里边 是不是有个叫吴建豪的 是 我怎么看见 有的那个在场的女的 我还第一次见女人 这么形容男色 说12块腹肌 说胸肌都有人余线 腹肌也有人余线 说哎呀吴建豪帅哭了 就说这个女人 后色到一个这样的程度 说能帅哭了 不习惯了 以前都是男生说 哇这女的胸真大 现在男生 女生开始欣赏男生同体的时候 就不习惯了 我觉得女生懂得欣赏 或说喜欢欣赏男生 早就有 现在是这种节目 给了一个平台 让女生可以公开来讲 用一种轻松好玩的 大家听完好玩的 以前不敢讲 以前可能在姐妹一套之前讲一讲 现在公开来讲 我觉得这个 性欲的解放 表达的解放 是很好的事情 这个就体现在 前跳水冠军高敏身上 那个高敏就跟那个吴建豪就说呀 说我 你要是穿泳裤 其实最后他可能还是害羞 穿了个沙滩裤跳的 但是大家要看吴建豪不穿嘛 然后那个高敏当时好像就说 你要敢穿泳裤 你要穿泳裤跳 我就给你加0.5分 这个女人呢 这种意识 这个抬头啊 你没看到我今天有改变造型吗 也是想露一下我的什么线 我们下一趟回来就没有那件黑色T恤了 对对对 嘉辉是有这个线了 但是反过来的 对对对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早晨开启新一天 当你准备早餐 我们正准备与全球连线 当你安排行程 我们正安排深度报道 当你激活精力与思考 我们正激活新观点与新预测 与你相遇早晨七点 以最佳状态供应资讯能量 禁酒凤凤凰早班车 星期一至五早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种力量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鼓舞你 成就你 同鼓舞 共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 顶酒运鼓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共酒 其实嘉辉刚才说的 也让我这个态度有一点动摇 就是我们是不是 今天这个社会啊 你从政治你就看得出来 就是啊 过去啊 这种有权有名的人 是高高在上的 现在自打有了网络啊 你感觉到有一种全球的这种平权 就是或者说任何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甚至我认为现在这个明星啊 你是低于这个观众的 过去觉得明星很高 现在你看慢慢发展到什么呢 就是他们叫虐星时代嘛 就是我老板姓 你明星就是给我取乐的 有些明星 这个过去啊 反倒是台港艺人 比较多是这样的方向 比较有这种自觉 就是我就是娱乐观众的 我出丑也好 或者我怎么也好 只要你们开心 这也是明星的一种态度 是 我觉得大陆的综艺节目 一直有就是用一种很快的速度 跟其他公演一样 就是在赶上一种潮流 过去我们在大陆很多人都在看什么台湾的康系来了 看台湾的一些节目 然后还包括什么星光大道 像我是歌手 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星光大道 那过去大陆 我们知道我们大陆有的那个艺术家 跑到康熙来了 那就愤而离席了 小S跟我聊这个 你太低了 你这么 他完全文化上啊 是不是不一样 但是自从康熙来在内地 因为网络的关系而火了以后 大家开始就会要copy这个 所以台湾流行这种所谓的素人 或者是说我不要一线的歌手 我不要一大牌的明星 我需要的是一种中间就是比较 你觉得越接近就像你说越接近平民的那种歌手 不需要他太红 但他如果可以有出彩的表现的话 反而让这个节目有加分的一个效果 所以会有我们从一般的民众当中去选歌手啦 再从这个二三线没有红的歌手当中 我们再希望他再红一番 这个对比性变成是现在综艺节目的一个方向 可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以台湾人我看 我觉得大陆有在赶台湾的这个潮流 而且最中间我们拿台湾的歌手 或台湾人来帮忙抬轿 但最后呢光彩绝对不会属于 最终的属于台湾人 可是有这个感觉吗 我觉得有这个感觉 可是就话说回来有点惭愧 当然是台湾先流行 在华人地区 可是台湾的那种节目 学小日本的 日本鬼子 学日本的嘛 日本六零零代开始 就是把所谓的明星 丑话 我不会用丑话两个字 以前都说我是明星 他是明星 现在是说什么 艺术艺人 艺人是表演 表演者 OK 那我觉得光是用的名词不一样 整个定位不一样 我喜欢 不仅是你喜欢看什么 我就给你看 我觉得更重要是艺人本身的解放 他自己享受 他自己享受 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王菲玩微博 是最好的例子 王菲明星了吧 明星 高高在小 可是那好多微博 都是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 跟你开玩笑 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为了 用微博来赚粉丝了 他不是马家辉 不是 可是他真的喜欢享受 因为他真的有那一面 而这个我觉得这个个案 而且形成这种风气 才对整个娱乐产业是好的 把它更扩大 更复杂 更多元 我觉得是好事 他看得比较开阔 但是而且你知道 就你刚才讲的 我认为我党应该适当表扬一下 湖南卫视 因为这个我是歌手 在台湾 你们的电视台都在播 然后我那天看到台湾的一个政治领袖 是谁啊 我不知道 出来就开始 说的都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 这个 说了什么 他的意思啊 就说这个我是歌手啊 在赤化台湾 说台湾应该小心 说大陆这些个综艺节目啊 投入巨大的资金 我就说大片时代嘛 那过去说实在的一个康熙来了 就把我们给灭了 对吧 现在我觉得台港完全不是个的 你知道吗 就是大陆的这种巨大的资金 这样的去练呢 他觉得形成一个什么呢 就像过去我国有些人比较担心的和平演变 就是说你们美国好莱坞大片 我们这么爱看 老百姓都去看你们美国大片 无形中啊 我们就被你们那个什么了 和平演变了 现在我认为台湾看这个 我是歌手啊 怎么都有人说 政治人物 我就是大家 接触警惕 大家都担心过头了 我朋友也看 对不对 就说好关心那个赛果 杨宗伟还是林志炫 最后来个语权 所以所有人到这都问我说 卓庆怎么会这样 是大陆的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搞不懂吗 还是说实力真的有插成这样吗 所以我意思是说 所有的台湾人 本来应该会被赤化 如果你今天让杨宗伟 或者是林志炫拿了第一名 哇 所有台湾人觉得 哇这个大陆节目 真是太好看了 结果最后不是啊 大家又冷掉 你知道 你就是 没错 就像我在香港工作一样 你就拼了命 到最后 总是该冒出头的时候 你就被挡住 你就觉得 我还是台湾人 所以很聪明 这说明湖南卫视啊 这个政治觉悟 还是不够高 就要是让我们凤凰来做 那肯定就是台湾的嘛 是吧 统一了就 不是也的确 这个在台湾 现在大陆 不管电视剧 还是这个 这种比赛节目 都非常受欢迎嘛 台湾不是最近 有个官司吗 对啊 有个电视台 用新闻播报的方式 其实把 因为我是歌手 几乎全程播了 这样我为什么要告他 这个版权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就说台湾那个政治人物 就在提出警告 说我们要小心 大陆靠着这个娱乐节目 在文化上面 甚至是童话台湾 还是什么催眠台湾 你看他有这种感觉 不用管台湾政治的人物 什么都提出警告 所以不用管啊 重点是说 我觉得这官司很好玩 那个电视台啊 其实是一个报纸全版 在骂那个电视台 你看那个电视台 全程直播什么什么 骂他 那个电视台呢 在告那个报纸毁谤 说我们没有全程直播 然后还请你看看 我们当天的节目 我们前五分钟 报了两个台湾 很重要的新闻 后面四个钟头才播 完全就像那个军阀 我忘记是谁啊 张中昌啊 抓那个报纸的总编辑嘛 说他毁谤我嘛 说我有八个小老婆 我没有 我只有六个 一模一样 就像这样 再也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世界当观点与观点交锋时 谁能找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 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 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 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 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 较量辩证力度 时事变动会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重塑架控 探球静密 豪华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两千七百年 酿酒传承 八百年 人名教师 三代国家念旧大师 珍藏时教 靠自教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 海南清水湾 这个本来要讲 我是跳水 结果我发现 我是歌手 这个又婷从台湾 不但给我带回眼镜 而且带回了台湾人的愤怒 对呀 因为我正好 就决赛隔天 我正好在台湾 然后所有朋友 看到我的地方 说你不能看 你不能看 然后为什么 结局会是这个 我没看 但是我听他们说 这个宇全 他们是 现场发挥的 确实是好 而且好像有个邓超 给他们助阵 那个林志炫 当然一般都说 是唱得最好的 但是好像是那一场 发挥有点问题 是不是 但我常常想说 就是跟我们 尤其是这种 目前的工作 你演戏 这个东西 很多见仁见智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今天播新闻 跟你播 我播 差在哪里 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完全的 很理性的标准 这绝对是完全 看现场观众 看你 随便你怎么解释 因为大家的实力 不是这么明显的 差距的时候 所以这个结果 是可以 可以 可以不一样 我反而是觉得 当有这种猜测 反而本身 就是先戴着 那个眼睛去看 因为我们没有 任何的证据 除了你 好像有人提过一句 说本来的冠军 是与权 就是组合 所以本来 在很后面的 后来居上 可是后来居上 也是 是有可能的 可能他表现很好 就像文涛说 现场表现很好 所以没有任何的 证据的时候 就突然就说 哎呀 你看一定是 有问题 把台湾放在后面 除了可能是 台湾观众的 一个认同的过敏以外 也当然反映出 内地 不管是电视节目也好 什么样的比赛 我们以往不信任 总是觉得 有人下个条子 就可以 我突然可以变成 跳水冠军 这个和怀疑 也不是 就是说没有过往的历史 做佐证的 我们也有一些情况 也是有操纵 但怎么样 都是电视台获益 就算我们不断地讨论 这个节目的热度 才会继续存在 就是有争议 总比大家觉得 哦 笃定了 就是该写冠军 就写冠军 今天事也就过去 这就是电视台获益 就包括这种 这个跳水啊 他们就说 接下来这个明星 还得玩什么呢 对呀 蹦极啊 跳海 跳海 跳楼 但我是歌手以前 这还是属于说 会干什么的干什么 我觉得从到我这 跳水以后 那家伙就是 身的无底了 能能玩什么 我那天一边 看一边觉得 你说什么 我要跳海 我要跳楼 是开玩笑 我就想 我最想看 也是可以做到的 请明星来互相打拳 泰国拳 我跟你 哇 肉搏来的 你想一下 贾龙王妃 对您自宁 还穿比基尼 哇 我觉得 一定看的嘛 文涛对文道 穿的 美国 不会的 人家王妃 钱挣够了 我觉得要 他们就说 一种是二三流嘛 一种呢 是就说是过气的 可能你会看到 一些老人 在打 你知道美国 最近一个实际秀 很有名的 就是两机器人对打 就是像这个 Transformer一样 超控的人 在后面 三滴 然后下面是两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然后现场的工程 是当场修机器人 很麻烦 这样就好莱坞 就是